欢迎收看7月28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想看今天的新闻提要 新北市政府表扬122位特优里长及48位基优民政人员 并由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27号在文山农场举办暑期儿童消防下令营 希望将防灾观念向下扎根 新北市图纪念分馆举办夏日奇梦油画连展 画风细腻柔和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将于7月30号以及8月13号 举办毛宝贝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 以及纸晶片活动 今天我的台北周记忆 我们要跟着艺人唐从胜的脚步 一起去五分谱逛街买衣服 新北市政府28号的上午举行特优里长及基优民政人员表扬大会 由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 这次一共有122位特优里长 48位及优民政人员获得肯定 其中新店区有9位里长 实定深坑则有一位里长获得了特优殊荣 获奖的里长们都谦虚地表示 只是尽本分做好事情 未来会继续为力打拼 105年新北市特优里长及基优民政人员表扬大会 28号上午在市府一楼举行 由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表扬 这次一共有122位特优里长 48位基优民政人员获得肯定 市长朱立伦至此时表示 里长往往是面对民众的第一线人员 而且里内大小事全都得靠里长达理 非常感谢里长的辛劳付出 才能够让新北市拥有幸福的生活环境 路平灯亮水沟通环境清洁社区安宁 更是要落实在我们基层每一个里 最近无论驾到很多地方去拜访我们的里长 我也感受我们里长的幸福 有这大小事都是我们里长在处理的 而这次新店区一共有9位里长获得特优肯定 包括建国里苏高雪胶里长 保安里宋美雪里长 大棚里造肃平里长 太平里里里谢素贞里长 顶城里王明腾里长 双城里黄灿黄里长 日新里高智坚里长 双坑里周兴旺里长 龟山里高一良里长 里长们都表示只是尽好本分做好事情 未来会继续努力为里打拼 不辜负里民的期待 除了感谢我们区公所 特别建送我们到市政府来表扬特优里长 那往后里内的建设 除了说因为经费比较短促以外 那其他我们该做的 尤其是跟民生直接的关系的 我们更需要去努力 另外深坑区获得特优里长表扬的是 深坑里里长黄建强 基欧民政人员则有里干事陈伟霆 里长黄建强表示 能够获得肯定是一份令人高兴的荣耀 但相对的也代表对里民有更多的责任 所以将一本初衷持续为里民回馈 在这里长的工作的任内 我们当然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挑战 但是当然也让我们更认清 里长这个工作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心酸 但是我觉得一本初衷是最重要的 当年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选民做承诺 我们现在就要用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为他们做回馈 而在实定部分 是由光明里里长杨万亿 获得特优里长的殊荣 民政客代理客长林启祥 获得基佑民政人员 里长杨万亿表示 因为实定地处偏远 之前常有不孝萧小出现 经过了他的努力 现在乡里平安 让他倍感欣慰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新北市幅员广阔且生活形态多元 里长和民政人员工作也格外辛苦 但也因为有他们的付出及专业表现 才能够让新北市成为最优质的居住城市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27号在文山农场 举办暑期儿童消防夏令营 透过了各种闯关游戏 让小朋友们可以轻松认识 各种消防救灾观念 能够一边玩一边学习 如何救你防火等知识 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很有意义 小朋友们穿戴上消防装备 顶着大太阳向前冲 体验消防队员在救灾时的辛劳 虽然采议小段路早已气喘吁吁 这是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所举办的暑期儿童消防夏令营活动 26 27日两天在文山农场热闹登场 我们一直在做防火宣讨的工作 那就借由这个办理这个消防的夏令营 来从小扎根 希望在这段时间 小朋友正常的娱乐活动 也可得到一些防灾防火的知识 为了让参与的学员能够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认识各种防灾知识 活动特别以闯关方式进行 设计了防灾勇者我是消防员 一求救命消防大会考 扭转奇迹 防灾及先锋等六个关卡 小朋友们一边玩着九宫格游戏 一边也了解了各种消防逃生尝试 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意义 这个活动很好玩 然后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夏令营里面你可以学习到什么 逃生的救难法 还有发生活动的时候要怎么办 新北市消防局专委陈胜照表示 今年的消防夏令营 获得了许多国内知名企业社团赞助 更因此扩大办理 希望有更多对消防工作有兴趣的小朋友 都可以前来体验 我们今年特别跟一些比较 品牌比较大型而且优良的厂商 像这一场就是由我们宏达店的 当地的大公司来 一起协伴来赞助 还有其他可能一些社团像 狮子会各方面今年都有合作 另外包括了新店 与安康妇女防火宣导队 也都全力动员协助 希望能够将正确的防灾观念 向下扎根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即日起至8月16号 展出夏日奇梦油画连展 由翁敏哀与她的四位学生共同展出 由这次学生第一次公开举办展览 因此大家都很紧张 但也很兴奋 期待能有更多人看见他们的创作与努力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即日起展出夏日奇想油画连展 由翁敏哀与吕敏景 柯倩文 陈晓丽 张丹碧等四位学生共同展出 翁敏哀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并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取得美术系美术创作硕士学位 她的油画风格有别于厚重的笔触 而是以细腻柔和的笔法呈现 希望能够更真实表达心中对于所见事物的感动 我去旅行中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景色 或是我旅行中看到一些景跟物 那感动于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大自然景物的背后 所以我就慢慢倾向于片段画得比较细致一点 也就是说我把笔触都收掉了 我觉得是要把最初我看到那个景物的 那种感动于我的那部分把它呈现出来 这次一同展出的学生 跟着翁敏哀学画大概都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他们最初都没有绘画基础 从最基本的素描 跟着翁敏哀一点一滴慢慢下功夫学习 头一次公开展出 大家很紧张也很兴奋 本来不敢想的 可是这是同学还有老师的鼓励 那就展出来也就做下去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自己的作品 还有学了三五年的时间 觉得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因为平常都在看别人的展览 就会觉得说 其实自己画的也还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展出来给大家欣赏 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展览出来的话就很丰富 学生表示不管是学画或是这次的展出 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也意圆他们过去的梦想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可是小时候的环境不允许 所以生活条件也不足 所以就一直只是一个梦想 从小就喜欢看到别人展览 我就很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够画 从金屋 风景 人物等这一幅幅的创作 除了是艺术的表现 也代表了展出者 从无到有的学习历程 欢迎大家在8月16号前 走一趟新店分馆 感受他们的努力 为了维护宠物毛宝贝的健康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 将在7月30号和8月13号 办理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 及植芯片活动 希望家中有宠物猫犬的民众 要尽快带毛宝贝施打疫苗 另外陈一军议员也呼吁民众 多以领养代替购买 并且爱护动物尊重生命 为了预防狂犬病感染每一年 让毛宝贝定期注射疫苗 是最好的防范措施 而一直以来致力 关心流浪动物议题 及毛宝贝健康的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 特别在7月30号和8月13号 办理了狂犬病疫苗 免费注射 以及植芯片的活动 呼吁家中有宠物猫犬的民众 务必要带毛宝贝来接种疫苗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表示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不论是流浪动物或者是家中的毛宝贝 都是必须被重视的个体 除了希望社会大众能多多关注 流浪动物的现况与照顾 也期盼民众如果想要饲养犬貌 能够多以领养代替购买 在新店安泰路那边有动物之家 那我们可以去动物之家 那你就先打电话 跟我们的就是动宝处预约报名 然后他就会开放带着您去看 那我们其实如果说各地区 我们新北市政府 我们也有43个这样的一个收容所 就动物之家 那我欢迎各地区不管是住在哪里 都有这个机会 直接在我们的动物之家里一样 由新北市议员陈宇军 办理的宠物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 及植芯片的活动 第一场将在7月30号上午9点起到11点半 在新店车子路116号前进行 另外第二场则是在8月13号上午9点到11点半 在议员服务处新店中正路266项17号前办理 欢迎民众带家中的毛宝贝前往施打 恰询的电话是2915-3456 记者杨邦耀赵芳奇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我的台北周记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兴电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他如果比他大的轮胎 看来好轻酸 你是不是有被欺负过啦 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歧视我 他要够在吃天液 怎么办啦 你的头不弄 怎么办我叫我护车 我护车 怎么办 来 好 我追他了 逛街买衣服哪里最便宜 没错就是五分谱 今天我的台北周记 艺人唐丛盛就要带大家 来好好逛一逛五分谱 最新最流行最潮的衣服 这里通通买得到哦 跟着丛丛哥的脚步走出火车站 哇 马上就能感受到周边的繁华耶 尤其是这里的商圈 真的是超级热闹的 GG看到好多好多吃的 穿的 用的 东西好多哟 瞧我们丛丛哥逛得不亦乐乎的样子 就知道这里多么有趣咯 哈喽 嗨 嗨 是我 你好 哇塞 要这样多久来一次 好 差不多 半个月吧 对 你们来都买什么 买衣服 半个月来逛一次太夸张了吧 没错 就是这么夸张 丛丛哥啊 你不要不相信哦 因为五分谱的衣服实在是超高的 不管是女生夏天必穿的迷你裙 小可爱或是百搭耐看的牛仔裤 T恤 在这边通通都找得到呢 看得我们的丛丛哥啊 是心痒痒了起来呢 不错耶 有没有感觉 怎么样 很潮 这间店的衣服不错 还有帽子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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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帽子 怎么换呢 好啊 好啊 老板 要走吗 嗨 哥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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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帽子很多 好漂亮 这一顶大概多少钱 390 这么便宜哦 这么便宜哦 你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想法 这边有一千块啊 我有没有可能一千块在你们店里面 找到我上通告的造型 我可以进来玩你看看 真的吗 真的 OK哦 你帮我搭一套衣服好不好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唱片 现在是歌手 也不能够穿得太寒帅 好不好 你帮我搭一下 帮我搭一下 是说丛哥啊 是说你给人家一千块 要搭一整套的衣服 也太为难了吧 不过呢 看着店员细心的帮着丛哥做介绍 不知道等一下会搭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GG我可是超级期待呢 这样子非常潮的穿法 一千块 这样一千一百三 有没有可能一千块 买得到 真的吗 然后还找六百五啊 我太过分了 喂 你不要看人家老板不在 就欺负人家啦 是说婷婷帮忙搭配的这套衣服 用色大胆 色彩鲜明 丛哥啊 你穿起来整个人的特色都跳出来了 不理要好看哦 赶快包起来啦 哇 要制装添购衣服 有的人选择 在百货公司里面吹着冷气 享受当大爷的感觉 花比较多的钞票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这种地方 五分谱跟人家某种擦肩 然后享受那种家庭主妇掃街的快感 不过说真的 衣服这种东西 是潮流嘛 有时候很快就过去了 花那么多钱干嘛呢 演艺圈很多大咖艺人 也是这样几百块 一两千就搞定一套的 哎 钱不好赚啊 我的选择是这里 你呢 接着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建客服APP超强功能 让您生活更便利 缴费免账单超方便 线上报修超简单 快下载来试试哟 详情请前往官网查询 大新店有线电视配合政府有线电视数位化政策 提醒尚未安装数位机上核的用户可来电洽询 我们将派专人道府帮您免费安装 另外再送多台HD频道免费看20天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为了减少十架登陆预期申报而受罚情形发生 自7月1日起新增预申报服务管道 民众可在买卖登记案件送件前 先于申报系统上预申报不动产成交资讯 再列印预申报书与登记案件一并送至地震事务所 于登记完毕后确认是否完成申报即可 卫生局提醒 样虫病会出现持续性高烧 头痛 淋巴结 肿大等症状 约发烧一周后 皮肤出现红色斑状秋疹 死亡率高达60% 及时治疗则可小于5% 每年的6-7月是高峰期 暑假来临 民众至郊外踏青时 请穿浅色长袖衣裤 皮肤裸露处 涂抹经胃腹部合可的防蚊药剂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 感染肠病毒幼童 如出现持续发烧 嗜睡 意识不清 手脚无力 肌抽药 呼吸急促 或是心调加快等任意重症前兆时 请务必立即送至台北瓷剂 新店更新等 新北市7家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治疗 相关资讯可上卫生局网站查询 以上的新闻内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我是张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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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门琪